大家好,我是张面玉的张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教的是买东西的时候需要的一些 问啊听啊这些一些句子跟单词哦 好的,我们这边先来几个例句 然后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需要的一些单词又把它列出来哦 好的,首先来第一个是 可能如果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说,诶,请问找什么呀这样子会说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BASHA LAY SHIN 那大多数女生他句委上都会放一个线 BASHA LAY SHIN是找的意思 所以BASHA LAY SHIN啊,找什么这样 男生他会讲BASHA LAY KEN BIA这样子 比如说他要需要给你介绍嘛 这个时候他说BASHA LAY SHIN啊 然后你可能就会回答哦 你如果是没有目的性的 那你就可以说,啊,我就随便看看这样子 那随便看看我们绵语就说是,啊,GIG ME 男性女性都可以这样说,啊,GIG ME 他就会比较知趣的就会离开了 然后你就自己去找东西 如果看的话,你可以说如果是你有问题 你说,啊,KANALA吧 然后你就找他问一下这样子 好,这是那个,啊,啊,两个句子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哎,比如说你又看到了 你想说,啊,我想看看那个 然后他有些什么颜色 那么给我看看那个 那我们就说BASHA LAY SHIN 那个,我们说过BASHA是可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来代替嘛 BASHA,给看看BASHA LAY SHIN BASHA是展示给看,这样的意思BASHA LAY SHIN 在看什么东西,你说给我看一下 通常就是用这个BASHA BASHA LAY SHIN 然后有什么颜色BASHA LAY SHIN 颜色是BASHA LAY SHIN 然后这个关于颜色的这些单词 我在前面那个食品,呃,形状颜色那个单元上有教过哦 如果你想要重新学一下颜色可以再看一下 这里的话颜色是BASHA LAY SHIN 所以就是BASHA LAY SHIN 有什么颜色BASHA LAY SHIN 好了,下一个是,我可以试一下吗?有试衣间吗? 那么你想试一下了,那试我们就说SAN KANASAN LOW YA LA KANASAN就是试一下 可以吗?LOW YA LA KANASAN LOW YA LA 然后试衣间,我们就说AWORD LAY KAN AWORD是所有穿的它的统称,所以AWORD KANASAN LOW Y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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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句是,有便宜一点的吗? 那么你如果说,觉得我想要送人 可是这东西那么太贵了 超过预期的 你可以说 se ne ne po da si la se ne ne po se po是便宜 通常一点的话会把 se 跟 po 把它分开一点放进去 se ne ne po da si la 有吗 se ne ne po da si la 有这个便宜一点吗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se ne n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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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a 缅甸人可能更倾向于用这个 da da 他会说这个东西好便宜呀 Yen da da de se chak 这样子 da da 这个词用的也是蛮多的 便宜 比一般的还要价还要低很很很很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se da da se da da de masu bu 非常好的这样子 好的下一个是如果他有什么那个的话他会说买一送一 那通常如果是 yi的话呢 你要看是东西还是衣服 那如果是衣服的话 da te wei da te let sang be de da te wei是买一件 然后送一件 送通常我们的棉语就会用说 let sang be da te wei da te let sang be de 当然如果不是衣服 那da te就不能用 那个时候可能就变成 da ku wei da ku let sang be de da ku一个 所以这个是要看是什么东西 他会这样子来讲 所以这里要记住的是le sang le sang是礼物的意思 le sang be de 礼物 好的那第七个是 5万以上有抽奖 好多我们那个超市都会举办这个活动啊 所以5万以上都会有抽奖 那到 Attack Attack就是以上 那所以他的反译词 以下就是 out Attack out 抽奖 然后就是 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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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说是 gan san me 拿到 Attack gan san me 是的 然后他就会说 你去那个吧台 把你的发票去给 那就 hu gong da ba 你可以去那个吧台 拿着发票 你就可以去了 这样子 好的 通常是缅甸是 你拿着这个发票 他会在那上面写上你的名字 电话号码 他会盖一个章 然后就把那个发票 他就放 放到一个箱箱里 或者是这样 这个是大多数超市做的 好的第八个 不是要找2500吗 就是说你给了钱 他找你零钱 可是找错了 或者怎么样 你就可以这样用 Natal Naya 2500 An Yama Hou Bula An 通常 An 就是说要找钱 找零钱 这种情况才可以用 An 等下没 Mahou Bula 不是吗 你找错了 你也可以直接说 Mahnire 错了 或者是你说 Natal Ayama Mahou Bula 所以An 这个词很重要 好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句 请给我开发票 发票就是英语的 帮卡 帮卡 Bba 帮卡 Pun Pun 直接的那个开 就用在这里 都可以 或者是收据这些 其实简单来讲 就用绑墙 没有问题 买东西上 好的 下一句是 这种里面还有别的颜色吗 就是你不太喜欢 Dimiu Te Dilo Dimiu 是这种 Tema 然后别的颜色 有吗 Acha Yau Shi 还有吗 别的是 Dacha Dacha Yau Shi 还有 别的颜色吗 好的 最后两句 能给我最低价吗 最低价 这个是你去买东西 比如批发的那个地方 你就说 Anaizong Shi 最低价 Song 是最 就是Aji Song 是最大 Adaizong 就是最小 所以 Aji Song Adaizong 然后现在是 Anaizong 最低的 Anaizong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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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izong Shi 然后 Binaima 能给吗 Binaima 我要五打 因为我们这个缅甸 他很比较流行用这个打 一打是十二支 所以他就是五打 我总共要五打 他有时候不太会用这个 我要五十个 这样不是 有些东西他固定的 他就会说 我们一打是多少 比如说书本 文具类 书本 文具是 Kede 他就会 Tadasin Tadasin 你问他这样的 他就直接跟你讲 Tadasin 所以那个 Tadasin 就是打 所以 Nada Shi Yu 我要五打 这样子 好的 算错了 我没有拿这么多 再对一下 Mani Bi Dud Mani 算错 是对吗 Dud Mani Bi 算错了 我没有拿这么多 这么多 Dilamiaji 这么多 Dilamiaji 没有拿 Miu 然后 变带 Gi 变带 就是再对一下 比如说你有一张票 你一样一样的 你就说 变带Gi 吧 就可以这样来讲 好的 这个是买东西的一些 几个句子 那除了这一个以外 我这边还准备了一些单词 就是跟他有相关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颜色 我们就说 哎呀 哎呀 这个我们学过 然后 常用的这边只放了三个 黑色 就是 或者是 有两种说法 随便说 Ana yang Ame yang Yang是色 好 然后就是白色 Apiu Apiu 这种piu 你看大蒜 白的地方 所以piu 所以 Apiu yang 然后是红 Ani Ani 然后是 蓝 Abiya Abiya 好的 我们下一个是 深 Yen 比如说深红色 Ani yen 深蓝色 Abiya 那他 浅 那就是 Nu 或者是 Piu Abiya Piu 浅蓝 浅红 Ani piu Ani nu 都是可以的 他把那个 Yen 跟那个 Piu 都放在颜色的后面 好的 便宜 Sebo 或者是 Data Sebo Data 然后是 贵 Seji Seji 然后是 发票 Bongcha Bongcha 还有一个词就是 打折 打折其实就用英语的 Discount 所以有时候 常常打折的一些店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活动 Boy 的时候你就可以问说 Discount Shi Discount Shi 这样子直接问他就可以了 这个是用英语的来讲的 好的 接下来 好的 接下来是 这种 D Lo D Mu 这 是D 那 总的话可以讲两种 Mu 或者是 Lou 你看 Lu Miu 就是人走 Dio Lui Miu 中国人 这样子 所以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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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走 所以 这种 Di Lou Di Miu 然后下一个是 别的 De Cha De Cha Yong Si 有别的吗 De Cha Sai 比如说我们刚刚没有讲到那个Sai 就是大小嘛 你买衣服裤子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全都用英语来讲的 Lasai Small Si 或者你直接 就是我们常买的那个L 然后M 然后S 这样子来讲 就完全就听得懂了 所以这个没有特别的讲 所以你也可以说De Cha Sai Si 还有别的 那个号码吗 好的下一个是最低价 Nai Zong Si Nai 就是低 那么高是面 面 Zong 面 所以面跟内 都是反应词 Nai Zong Si 然后是算 我们就说 D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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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号 号其实就用英文的 Number Number 或者是size 都可以 Number Number Blau Wood Number C 比如说买鞋 Number Blau C Sai Blau C 都可以 哦 棉语上穿有分两种 穿衣服的穿是Wood 然后穿鞋子的穿是C Penet C 所以这个要分开 不然讲出来是他 缅甸人会听不懂的 好的下一个是换 换是 Lay Laylujala 可以换吗 Mgongin la Laylujala 如果是不好可以来换吗 所以这个Lay 好的下一个是衣服 Nji Nji 裤子 Bombi Bombi 裙子 Skirt Skirt 然后是沙龙 因为在这边都会流行穿沙龙嘛 自己偶尔在那个一些场合上也可以穿穿看沙龙 Skirt男女统称我们就说是Longji Longji 然后是 Shi San San 然后是找钱 Besan Besan 要找我钱 Besan 安 安 好的穿是Wood Wood 发问了 你今天穿什么来 Wood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 这些是一些单词跟那个句子 你可以稍微练一练 这样子的话 再用别的单词再带入 也是很好讲的 可以稍微练一练的